作詞・作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Manage 和我們Supdy的Buddy 我是今天的司儀 我叫Rossan 各位朋友 可不可以先送一個熱情溫暖的掌聲 送給我們新人吧 新人呢 新人呢 他們想要認識的呢 一起有幾年 我可以結婚 那還要開放 有四年前,大家在公司工作是同事 那時候同事,大家先說明 他們絕對不是童話式的愛情 不是那些一眼就定情,或一眼就決定是你 絕對不是的 相反,他們最初的認識是非常不喜歡大家 甚麼不是我不喜歡,不過是甚麼呢? 我說回他們的形容 我們新年就覺得,我們在Manus 像黑蚊蚊的,短頭髮,經常奔恢 不喜歡,不用留意 你不可能另一邊很好,另一邊Manus 就覺得,我一看,像是MT仔 怎樣是MT仔呢? 有瘦,很瘦的 然後他又有喘,很可愛,很壞 然後走路就說他很壞,很壞 總之,他很討厭,不想跟他說話 當時他們第一次做同事相識的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做一做一做一做 都沒甚麼特別做事的關係 新年,首先離開了公司 就離開了一間公司 直到三年多之前 他做了一件事,可能他改變公司需要人 他就找了Manus 過來他新公司幫忙 Manus也過去了 當時沒有私心的,純粹是工作的關係 工作的時候頭兩年都是OK 保持一個同事的關係 究竟這個主電點是甚麼? 為甚麼令黑漆漆的和MK仔 踏上有一個關係 就是有威脅 甚麼威脅呢? 就是有情敵的出現 當時在新加的公司 有一個男生想追求Manus 追求沒問題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女生 你應該也是追求 沒甚麼事 想不到 他知道這個男生喜歡他的時候 想追求他 他竟然心很舒服 他覺得 不知怎樣 總之就是應用不到 總之不太開心 有些人原來 那些叫甚麼呢? 簡單說就是 吃醋 覺得有點醋意 覺得我喜歡他 會不會怎樣 那些 慢慢地 開始就發現 原來自己在模擬中 已經喜歡這個女生 最初都是單暖的情況 為甚麼單暖之後 怎樣行動呢? 就是 好彩 真的非常之好彩 有同事 阿Nik的幫手 你先幫我送個掌聲給阿Nik 可以嗎? 阿Nik 這個是一個間接的唯一 如果阿Nik 可能沒有這些說話 我們都不想出現在這裡 阿Nik 不斷鼓勵他 你試一下 你去追求他 你去約他出街 怎樣怎樣 好了 失業就不好了 試一下 真的去追求他 去找他 約他出街 Manus又OK 肯和他去聊天 聊一聊 本來都覺得這個 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原來 聊起來也OK 這個男生也不太好 原來不只是好聊 原來還很對聊 原來大家很多事情都是差不多 慢慢地相處 慢慢地培養感情之下 終於到一個時機成熟 我們新年就來一個正式的表白 之後一手 就拖在Manus 還要一手 拖在他們 今天來的婚宴 準備好嗎 先讓你再留意 再一次 我們要再一次 大家來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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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